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我是Susan 美國神門環球藝術團3月2日 在德國法蘭克福世紀大廳 上演了當地第四場和第五場演出 兩場票房大爆滿 法蘭克福的演出圓滿落幕 當日觀眾非常熱情 演出廳裡掌聲不斷 比如當日晚上 當看到男子古典舞的精彩處時 觀眾一次一次用掌聲致謝 一個舞蹈中至少響起了四支掌聲 女子舞演出時也是一樣 每個節目結束時 幾乎都有觀眾發出學彩聲 當主持人在介紹神韻樂團時 全場掌聲雷動 歐洲議會基民盟議員 Michael Gallia 已經不是第一次觀看神韻了 依然感到很興奮 他表示 正如每年一樣都非常了不起 神韻展現了多元的中國文化 在中國生活的多民族及其各節的傳統 令人粵語的色彩 舞蹈演員的藝術才能非同繁響 加利亞議員表示 不僅我有這種感受 我覺得 在整個坐滿觀眾的劇場內 大家都相當陶醉 神韻更以這種方式展現了中國多種多樣的民族 以及那些應該維護的傳統 他是歐洲議會基民盟議員 歐洲人民黨團體外交政策發言人 以及德國歐洲行動網副主席 他表示 復興中華傳統文化和價值觀是神韻的使命 演出中處處體現了這些價值觀 歡榮和隱讓也是他們真善忍的價值之一 需要強調的是 每個人的差異都必須受到尊重 演出的整體效果 撥動了加利亞議員的心言 藝術家具有豐富表現力 融合著音樂不同的服飾和民族服飾 還有舞蹈動作 混演一體 整體印象真是出淚不遂 演出節目中 也有揭露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內容 加利亞議員覺得 加入這些話題非常好 關於共產黨獨裁政權的殘酷現實 這些是引人思考的內容 因為大家突然面對這個話題 殘酷的現實和其他傳統的優美畫面 形成了強烈對比 會令觀眾反思 他覺得令觀眾了解這些真相很重要 有些是象徵性的手法 或者並非每個人都能夠看得懂 比如上面有器官標誌的小盒子 有些人知道這是關於器官交易 或者有些人當時沒有看明 事後他們會詢問了解 加利亞認為 演出揭示了中共的現實 這個很重要 神韻藝術家都是信仰真善忍的修煉者 很多觀眾表示他們感受到藝術家 散發的能量 加利亞也有同感 看得出觀眾都被感動了 畢竟這些原則對每個民主社會都相當重要 他表示 無論準確地用這三個字 真善忍來表達 我相信民主的基本價值 也體驗在這三個原則上 不僅這些節目發人心醒 個唱家演唱的歌詞也引發加利亞的思考 他說 給人一種印象 實踐這些原則的修煉人 希望為自己生活的社會做貢獻 通過真善忍這種方式 在日常生活中 也遵從這些原則 從而令社會變得更美好 在聽到神韻目前 有8個同等規模的藝術團 在世界循迴演出 加利亞表示值得恭喜 他說 沒有想到他們有這樣的發展 這個令我感到很驚喜 演出的確扣人心弦 大家看了之後 都會推薦給其他人 這個的確令人震撼 值得恭喜 觀看神韻後的 Heider-Melkhan表示 非常漂亮 這個真是美妙的舞蹈 同步性同編排 都非常厲害 管營樂團也是無得頂 一切配合得天衣無縫 我非常喜歡 Heider-Melkhan 在一家知名銀行擔任總監 他的華人太太 王珍婷是位醫生 夫妻兩人在觀看了神韻演出後 都表示非常喜歡 王珍婷表示 我覺得非常好 服飾也很漂亮 印象特別深刻的是 舞蹈演員的同步性 他說了解到神韻演員 都是法輪功學員 一方面 他能通過演出 感知演員的內心力量 另一方面 在中國大陸發生的迫害 令王珍婷很難過傷心 因為在大陸發生這樣的迫害 對法輪功學員很不公平 王珍婷還表示 神韻音樂令他幾度感動落淚 我完全被音樂打動了 我不可以不說 這些聲音 管營樂團 這些衝國音樂 真是打動了我 我一次又一次地流淚 非常美妙 非常動聽 Melkhan以由美俊地說 兩個半小時美好的演出 美好的回憶 然後 他們夫妻兩人幾乎同時讚嘆 這就是完美的舞蹈演員 完美的舞蹈演員 Melkhan說 這種完美 令人印象深刻 還有色彩和燈光 混然一體 非常美妙的體驗 這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這時候王珍婷笑著地說 我用了三年時間才將她帶來這裡 三年前朋友就給了我一張演出的傳單 我就說 我們就去吧 但是她不想來 2024年終於來了 親自觀看神韻後 Melkhan好感謝太太的堅持 亦笑著說 這個偉大的男人背後 都有一個偉大的女人 當日譚伍 Christophe Franker 和太太Claudia 一起觀看了神韻 Franker是歷史學家 德國貴族檔案館館館長 某市歷史檔案館館館長 太太Claudia是一名小學老師 神韻展現了中國的文化歷史 Franker夫婦二人都非常感興趣 Franker表示 我不了解中國歷史 但對我來說 觀看演出充實了我的文化知識 Claudia補充說 中國有如此悠久的歷史 令人印象深刻 而且演出非常優雅 太美了 是美學上的享受 神韻藝術團以復興傳統文化為宗旨 Franker稱讚說 他們做得很好 非常好 我很喜歡 Claudia表示 很多事情都在變化 經常回顧一下過去對我們很有益 Claudia還表示 神韻傳遞了積極的信息 比如 正義 善良會獲勝 這個帶給大家勇氣和喜悅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 《大紀元》德國法蘭克福記者站報導 今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 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大紀元》德國法蘭克福記者站在一起 請大家多多支持 《大紀元》德國法蘭克福記者站在一起 《大紀元》德國法蘭克福記者站在一起 《大紀元》德國法蘭克福記者站在一起